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与远景目标的建议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原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教授 来为大家分析和前瞻这次全会 李校长您好 这次全会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九次五中全会 我们知道在历史上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五年计划的建议 曾经出现过由党代会表决通过的情况 但是自从14届五中全会以来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五年规划的建议 正持续不间断地被纳入历届党的五中全会的议程 您怎么看待这一种规律性规范性做法的形成和它的意义 其实我们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是有个发展过程的 这过程里面实际上提醒我们 对怎么发展经济的一种探索的一个历程 五年计划的制定是一步一步在神经摸索的 前面的五年计划 其实我们是真的是在摸索中前进的 有的是计划制定了一年 还没制定 所以当时的老话叫做一年制定制定一年 有的是计划制定以后又调整 就是什么 就计划赶不到变化 有的就甚至也没有下法 这是第一五年计划到第五五年计划 这个是我们的探索过程 那么第六五年计划开始 一个重要的认识深化是什么呢 就是光是经济如果不考虑社会不行 所以六五开始我们五年计划 就是经济社会发展计划 所以我们由计划经济转移到社会的三级 那么从市场来调节了 这个时候你还搞原来那么多种具体的细致的计划 也不可能的 但是没有计划也是不允许的 所以我们把计划给为规划 没有经验到比较有经验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 从直播来完成我们的经济的计划规划的 改革开放以来 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好 这情况下我们五年制定一个规划 每届全会的五次全会制定规划 非常自然的一个切断 我们知道这次全会的重大议题之一 就是关乎十四五规划 那么从议事程序上看 您认为党的全会在讨论审议 并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四五规划的建议 和来年全国人大的会议 要将讨论审议并通过相关的规划 存在何种的逻辑关系 为什么我们党 我们国家要做出这样的程序性 制度性的安排呢 我们党在经济体政策的改革中认识到 党的政论和政府政权的政论是不同的 也就是说既要建设党的领导 又要按照党的政论分开的原则来自古理论 于是我们的自古理论的方式中什么呢 就是由中共中央来提出 制定经济出发的建议 我希望你们注意一下 有建议两个字 中共中央是根据国家发展的规划 根据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需要根据中国老百姓 对美好生活的想望来提出 制定经济出发展规划的建议 这个建议是提给谁的呢 提给政权机关的 工业呢 他接到了中共这样的建议以后 就组织他的各个部委办 以及部委办联系的方方面面的 包括企业也好 群众也好 收支也好 来编制规划 政府是由全国人的 最高权力机关领导下的 他必须通过人大的审议 所以人的最高权力 人的是以人民的审议 这个建议是新的规划 审议修改 通过就通过 通过就是说国家一族 党提建议 政府编制规划 人的审议通过规划 全国人民执行 人的审议通过的规划 这是中国在在国家治理当中 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经验 我们由党来管 但是党不是包办一起的 您怎么看待十四五规划 对于中国开启第二个百年新征程的 这样一个发展的重要性 以及现在我们也知道 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国可以说外部面临的 不确定性不稳定性都在上升 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 您怎么看待这次全会的特殊意义 全会的意义非常寻常 在中国民族复兴的历史上面 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上面 都将留下龙默仲裁的一臂 我们讲党的成立初心是什么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国民族谋幸福 这个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也好 为中国民族谋幸福也好 其十四 就是要中国赶上时代 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国 建筑为新农的奉运国 进一步迈向现代化的道路 改革开放开始 我们就把现代化中央 工作中心中间转移 进一步转到现代化境上来 现代化的奉斗目标 一直在贯彻 十九大说要以全民建筑为基础 开启现代化建筑新政策 那么行政总书记 他既要完成打基础工作 全民建筑小康社会 又要开启现代化建筑新政策 于是他的十九大基础 分两个十五年的目标来成现代化 所以第一个十五年 二零二零到二零三五年 基本是现在化 第二十五年 从二零三五年到二零五年 把我们国家建筑 富强民族文明和协美丽的 社会的新建筑强国 制定此十五规划 在全民建筑小康社会提供的 技术条件 这么个前提下 在科技新建筑成 三十年新建筑成的进程中 第一个五年规划 所以这次全会通过的建筑市富强规划 极易非动寻常 它是我们直接干现代化的第一五年计划 前面都是为现代化打击出的 现在直接干第一个五年计划 所以这个五年的计划 制定的好不好 这五年计划 这些计划好不好 这五年计划 最后能不能够如期完成 甚至超完成 关系到我后面的25年 一个现代化 而这三十年第一个五年 就看今天 这次全会也将讨论 2035年的远景目标 回顾党史我们可以发现 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 曾经提出过 中共中央关于 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但是我们也发现 讨论远景目标 并不是历届五中全会的 一道B答题 您怎么看待远景目标 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呢 远景目标 一般在特殊时期 要去研究的 就是说一个大的历史时期 这次呢 又是个大的转折器 就在全面建议小空技术上 转向开启新来化新增程 那么这里面就是 我们要通过两个十五年 来生新来化 就需要在制定五年规划的时候 还要制定2035年的远景目标 把这个五年的建议小空技术规划放到十五年 这个过程中通行考虑 而十五年规划又以五年为基础 来提出远景目标 这是五年 是十五年中第一五年 所以要把五年和十五年 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来考虑 所以这是权威 除了制定五年规划 还要制定2035年的远景目标 那么您认为 中国共产党选择在本届全会来专门讨论 并就2035年的远景目标 做出明确是出于何种考虑 明确2035年的远景目标 对中国的发展有何意义 首先要注意的2035年这个年份 这个年份非常重要 而且呢 与你这个年份相联系的 一个个人叫基本神仙的话 邓小平原来是上去八十年代 正我们当时的经济受负的情况 基本神仙的话是什么时候呢 2050年 党中央做了两大重要的战略决策 第一 就是建立社会的三军体制 第二 全民参议金权的话 就加入WTO 这两个重要举次 加上当时正在彭步兴起的新计划 给各开放的举措 给中国带了腾飞 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就到2010年 我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这样就是我们现在 有了非常好的基础 就可以把邓小平提出的 2050年基本神仙的话 体现了15年 2035年 它不仅仅是开机现代化 现成成两个阶段中的第一个阶段 而且它是整个我们中国现代化 提前15年实现的一个标志性的时间 所以我们这是把2035年 作为远近目标 五年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作为同一的考虑 其实是一非常重大的一个历史事件 是极其有意义的 谢谢校长 那么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世界 现在疫情正在加剧全球格局的演变 可以说中国和世界的发展都面临机遇和挑战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您怎么看待中国循序渐进的提出和制定十四五规划 以及明确2035年的远近目标对于世界的意义 现在秦清明总司机要求我们凶快两个大决 一个是中国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 是国内大决 一个是世界命令本年未有大决 是国籍大决 我们从这两个大决出发来制定我们规划 这两个大决的执行者是相互促进的 我们现在秦清明的本年未有大决 对中国民族伟大复兴带来机遇 又严重了援军的挑战 这是全会不信我们关注 世界很注目 因为世界遇到疫情 遇到很多困难 可能这个今后的几年 三五年经济复苏度很大 但中国有序的推进复工复杀 现在又制定这么一个经济发展规划 和2035年远近目标 但这里面我们不能够掉以轻心 习近平总统主席支持为要动员整个社会的量 方方面提起大家意见 就能够找到一个最好的规划 这规划核心要义我们也知道了 这是我们整个实现的一个 可以在三中全会以来 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最大的一个战略展翼 三中全会接约为刚转到经济社会中心 实施到以后 南方南方实施到以后 我们的计划经济完全转到计划市场经济 进入参与全球化 现在我们很明确 要跟新发展理念 推讨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 转变 与此同时 我们整个经济布局 就是要以内情况为主体 内情况和外情况 三情况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而这个格局是根据 本年为了大变级和中央民族复兴的需要制定的 好 校长 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建党百年 您能不能谈谈开好这次全会 对于党更好的总结建党百年 以及更好的迎接下一个百年的重要性和重要意义呢 这个建党百年是我们民族复兴的一百年 这一百年呢 就是我们做了一件大事 这个大事什么呢 就是我们把一个一群二百的旧中国 建成为人民当教主的新中国 进入建成了一个全民建制小康社会 漫向现代化的新中国 也要倍加争险这个百年 那么我们第二个百年的目标 建国百年十九年开始的百年 已经干了七十年 这七十年呢 就我们做了一件小康生活 后面的三十年就叫美好生活 要把解决发展不平和不充分 来满足人民内在美好生活需要 要通过高质量的发展 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这次十四五规划也好 2035年怎么办也好 关注始终的就是习近平总书记的一个思路 要从有没有转据好不好 把美好生活最为我们的奉务目标 李教授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采访 各位观众 本期的中国焦点面对面就到这里 下期再见